另外 诚信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沙拉虎丁今年7月病逝 诚信党署理主席职位一职 悬空至今 诚信党副主席拿督马夫兹证实 下个月的党选将选出沙拉虎丁的接任者 马夫兹今天主持巴西马区部代表大会 开幕里后表明 诚信党领导层包括主席和总秘书人选 都会由27名中委决定 不过他坦言 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候选人提名 至于沙拉虎丁生前担任的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职位 马夫兹说 将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与诚信党主席商议合适人选 为此 chest语继继继继人选择